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这是 不是出去玩去了吗 不开心了 怎么玩还玩不开心了 你说啊 我陪他们去骑马 完全是为了那孩子 我觉得田田挺可怜的想帮帮她 我刚在楼下碰刘旭刚了 莫名其妙地跟我说了一堆话 她凭什么那么跟我说话呀 这人一看就是太喜欢你了 吃醋呗 他吃醋 他吃什么醋啊 我跟那学生家长又没什么 再说跟他也没什么呀 这一个人太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吧 他就容易掉沟里 这些是你参加那节目的时候 这些是收获吧 没想到啊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参加完《分身勿扰》能变这样 这么多的收获 行啊你啊 我想好了 再也不让这刘旭刚打扰到我的心情 从现在开始 我要扒了一个靠谱的 行 扒了完了剩下的给我 你倒不客气啊 我客气什么呀 你怎么回来了 陪训完了 不是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这回来怎么都成这样了 你也要算被痛啊 我头疼 累死我了 对了 小可 这两天都忙忙了 我跟你说 前两天我在向飞的酒会上 遇到正海潮了 怎么了 然后我替你好好把她训了一顿 替你出了一口恶气 小可 这事交给神话 是靠谱的 我说以后你要是遇到她的话 你能躲着点吗 你要这样的话 人家还以为我特在乎她 我说以后你能别管我的事吗 我好厌你 你以后能别管我的事吗 爸 亲的协议我会明天交给你 我交到总公司让领导看一下 然后给你答复 那咱今天的工作算结束了吗 结束了 晚上有安排吗 我回家吃饭 别 要不咱看那影去呗 太累了 我不去了 你不是喜欢看那影吗 这不在于看什么 在于跟谁看 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我刚从一坑里爬出来 不想再掉一坑里了 谁是坑啊 你啊 想多了吧 我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安静一下行吧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你这属于呢 不敢面对新的生活 还没有从失恋的阴影里走出来 哪那么快走出来啊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啊 这我没想过 人家电影失恋才有三十三天 您好还不知道了 我这六个年的感情受了伤 说走出来就走出来了 要不这样呗 咱俩那游戏你可以重新读档啊 咱俩不都删了吗 我没删啊 我还想跟你一起打通关呢 算了我没兴趣 你是怕在游戏里爱上我吧 你怎么老胡说八道 你要再这样的话 咱俩就没法合作了 以后我看你我怎么工作啊 我多尴尬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不是想尽快帮你 从那十点七里走出来吗 我跟你说啊 有我没我 这康复的时间不一样 不信你可以试试 不是你没完了是吧 算了咱们俩还是不要再 别别别别 要不然这样得了 咱签一个游戏协议 怎么样 什么条款啊 游戏协议 甲方 郑海潮 乙方 邓小可 且以双方在游戏过程中 为避免产生误会 特制定以下协议 第一条 双方在相处过程中 不许谈情说爱 相互之间不许提及爱 思念想念之类 又酸又暧昧的字眼 第二条 相互之间保持距离 不能有牵手亲吻 抚摸一类过激的举动 第三 彼此尊重个人隐私和个人空间 不能走得太近 工作之外的接触 一周不得超过三次 第四 双方不得从事 具有明显情侣特色的活动 比如看电影 演唱会 泡巴逛夜店等等 第五 相互之间保持身体距离 最近不得小于40公分 第六 晚上10点之后 除工作事务之外 禁止其他联系 第七 相互取消微博关注 禁用聊天软件 警方双方通过网络平台 眉目传情 行啊你很有经验啊你啊 这不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吗 我只能忍痛格爱了 再说了 男人必须对自己狠一点 行 不过我得补充一点 行 你补 你但凡违反这协议上的任何一条 超过三次 我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 那要是你违反了呢 那你无权干润我 这协议是针对你制定的 反正欠不欠你自己开始办吧 等等 把我刚才说的那点你给加上吧 好 行吗 行 签字吧 没有摁手印呢 我拿什么给你摁啊 我咬破手指头给你摁啊 好主意啊 你告诉你签 一会儿摇你手指头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等你呢 等我 我打给你们的快递公司 他们说你在这儿 所以我就过来了 能聊聊吗 如果是想聊珊珊的事情 那我告诉你 我们已经结束了 是因为那个学生家长吧 也不安全是 我的确太穷了 条件太差了 给不了珊珊应有的幸福 现在退出 免得以后大家都尴尬 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 还是有好感的 不要总轻易放弃 谢谢你的好意 我和珊珊的事情 没那么简单 你看我 那么穷 她那么优秀 我有什么资格追求她的 珊珊不是那种物质的姑娘 越是不在乎物质的女人 就应该得到更好的物质生活 她跟着我 不会有幸福的 只有吃苦这条路 我想过了 我不能这么干 这样太残忍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的勇气去哪儿了 我告诉你 珊珊现在收到很多求爱的邮件 万一她被别人追走了 你怎么样啊 她没有喝香肥好吗 出去玩一次就在一起了 你怎么那么狭隘啊 香菲能给的 我都给不了 跟你这人也说不通 反正我就把话带到这儿了 你们俩在不在一起呢 跟别人没关系 只在于你们俩自己 反正你要失去珊珊的话 你会后悔的 给你一个人 我都给你了 你当然不想收到 我还能收到 你回去吧 你不想收到 那儿了 你还能收到 你都不想收到 我还能收到 你还能收到 走 怎么那么早啊 这都几点了 你那东西收拾好了吗 这收着呢 我上去帮帮你呗 不用了 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啊 不是 我说帮你 是帮你搬下来 一大堆东西就拿不了 别了 一会碰上我妈 你就给倒霉了 碰上你妈我倒什么霉啊 再说了你妈那嘴 我也不是没见上过 正好上次我骗你妈那事 我也上去跟老太太解释解释啊 行 那要碰上我妈 她要说什么你就自己兜着 行 你跟上去上去 就喜欢咱妈聊天 não 试炼法则第一条吧 就是彻底跟过去划清界限 这一段感情结束了吧 最痛苦的地方呢 就是东西还在 感情没了 你要少说点风凉话的话 我中午之前就收拾完了 你看看你这些东西 烂七八糟的 要不我弄一剥剑 给你这东西都一块砖搓出去得了 你说的那么简单 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的话 还要你来干吗呀 这失恋法则里边还有一段 这个讲的呢 就是摆脱失恋的难度评估 怎么说的 当你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呢 发现跟他有关系的那一半东西 都摆放的整齐有条例 很容易被摘出来 那么恭喜你 你的这段感情呢陷入不深 很容易呢就把它摆脱了 也就是说摆脱的难度系数不高 那还真是不太容易 我这人就爱乱丢东西 那么很悲痛地告诉你 你失恋的这个人 跟您这堆东西呢 是一个道理 他深深地侵入在你的生活里 侵入在你的血液里 所以说你要想短时期地摆脱这个阴影 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这不是得一样一样挑吗 反正今天全都清理干净了 那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就是用尽九牛二虎之力 把你们家翻一顶掉 可你却发现那个人的东西 会时不时地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勾起你网织的回忆 你比方说这书架里头残留的某些明星片 CDG里面残留的某张光碟 你说我还真是忘了 有我们俩一起听过的音乐 我呢就是给你打一预防针 让你做好了打持有章的准备 您这儿还有情侣衫呢 没穿呢 还没来得及给她呢 不是那这算你的还是算她的呀 算我的呀 不是那这男款怎么办呀 要我把男款的给我办 不合适吧 那怎么办啊 晕了 情侣衫 扔一件 扔一件算怎么回事啊 那是给以后为了触景生情 埋下感情的伏笔 行了 不纠结了 自了当抹布 不是你们家是有多少桌子啊 每天能擦几遍啊 需要点这么多抹布吗 丝尘条 当蹲骨 这质感它不一样 您以为这随便便拿一把杆子 绑上布就能拖地了 不是那那怎么着啊 这网上吧 专门有收这种 没穿过衣服的网店 专门为你们这种呢 无理性购物的女青年准备了 我这好歹是用了感情买回来的 这人走茶凉了 我还要拿来换钱 这多不合适啊 那算是资金回笼吧 再说了感情是没了 这资金回来挺好的啊 挺会过的 行吧 我去趟厨房 你干嘛去啊 你吃早饭了吗 没有啊 我也没吃呢 我给你做碗面 你怎么知道我家有面啊 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那行 我摊个期待 是让我吃你的蓝闺蜜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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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吃了 我去哪里 我给你说 我摊这鸡蛋那叫一绝了 那是相当的好吃 你吃完我的鸡蛋 立马就忘了你妈做的鸡蛋什么味了 别看你妈的鸡蛋你吃了二十多年 我这鸡蛋 让你保证吃完就立马忘了 阿姨早 早 是挺早的 不太这样的 你这么诋毁别人 怎么说 鸡蛋做的比我的好 行 我尝尝 别别阿姨 尝尝 别别阿姨 我跟您开玩笑呢 我这称子算幽默范畴 不算是诋毁 这不是就瞎做着玩吗 鸡蛋肯定做的没您好吃 挺幽默的 小可呢 小可是在屋收拾东西的吗 我怎么没明白呀 你 大摇大摆的在我们家 还挺猛 扎到厨房里来了 我在想这怎么回事呢 我都在乱 这么回事阿姨 那不是小可 心情不太好吗 我就说过来陪陪她 然后给她做个鸡蛋 让她高兴高兴 好 真是好心人啊 真 谢谢你啊 你不会是二次行骗吧 不是 怎么是二次行骗 这是什么 阿姨您您您您听我给您解释解释啊 来吧 坐下说 您听我慢慢给您说啊 这 她 她 这 那个您先别生气啊 您看您这表情绑个脸 我怎么说呀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跟你说话还得注意点表情 说吧 我错了 我不应该骗您 但是我只有一件事骗您了 我不应该冒充小可的男朋友 但是我是这广告公司CEO这事 我真没骗您 O是什么东西 就 就是在我们那儿 我就是天了 它是这么回事啊 这当初跟小可刚认识的时候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员工不够的时候 我就兼职业务员 小可就以为我是个业务员呢 结果就这么一来二去的 就越挫越大了 旅程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小可的前男友 当时我是跟小可说 我说你男朋友没回来之前 我呢就假装冒充你男朋友 但是你男朋友一回来 我立马就闪 闪了吗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上你有责任呢 阿姨我 我真闪了 一回来我就闪了 而且这事我真没责任 小可跟吕晨 俩人两地分居的时候 感情不好 我还出逐一帮 这这这这 这是不对 根本就没有什么结婚 怎么谈得上分居呢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极力帮着小可和吕晨在一起呢 后来不是因为他俩之间有了问题 我就是说 他是这么回事 当时您不是让小可 而在美国男朋友没回来之前这段时间 您让他相亲吗 这不是相错亲了吗 万一我跟小可要走到一块去了 您这不是还算是一亲线没人呢吗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追我们小可啊 算是也不算是 什么叫算是也不算是啊 到底是还是不是 这个不算是是因为小可跟吕晨现在分手 这不是心理上还没调整过来的吗 如果我这个时候 这不属于陈芝威吗 而且小可也希望能够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调整 这算是呢 就是因为让他调整一段时间 不正好需要一个人跟他沟通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机会啊 对对对 我们现在这关系算是男闺蜜 人家现在不都流行说这叫红颜知己吗 我这属于那个蓝颜知己 太有意思了 对男的也有蜜是吧 对 这孩子说话太好玩了 你真够幽默的 就不吃不喝 天天贫 是吧 我这性格不是随您吗 胡说八道 能随我呢 你肯定随你妈你爸 他们就幽默吧 是 我跟你开一玩笑 随我爸 是吧 对 你还是能够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对 我又想起这茬了 你怎么能当时骗我呢 那天来你就坐这儿 我那么真诚地对待你 我真是气得不打一出来 我几天我都没睡好觉 我这么大岁数 让人家给我骗了你知道吗 你怎么忍心呢 我那么真诚地跟你在交流 跟你在 对了 要那谁 那谁 那签名早忘了吧 早忘到哪边滚去了吧 我给您带来了 赵老师签名 您看看 真的假的呀 我跟你说你这骗一次人 我跟你说 这可能有十次 阿姨 如假包换 您要是喜欢这个 要不我再给您弄一个 姓赵的签名 谁呀 赵老冈 赵老冈谁呀 那个 杂技 不是 像是 那是郭德冈 对 都是冈 那这个是干啥的 演员 有名没有 有名 年轻的时候演过四十同堂 你也能整着他签名 没问题 我俩熟 那这样 等我 我注意点 他出现的时候 要是我喜欢他了 你再给我弄 行 没问题 抱我一下 不不 我还是要问这个 这件事 你真是那个欧什么老板 我楼下那车您看见了吧 对对对 楼下有个车 我都不认识 好像挺高级 那你的车 算不算高级 买菜都开那车 太能够了 我跟您聊高兴了 我是不是幽默一下 这太幽默了 对 可儿 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没事 你这朋友 太有意思 这张文山那签名 又忽悠什么的 又忽悠什么的 我跟咱妈瞎聊几天 那 你进来帮我拿下东西 那 好嘞 好嘞 阿姨 您放心吧 男闺蜜 你干嘛不让我跟你妈多说会儿啊 你妈多喜欢跟我说话 你看你妈跟我说话说 哎呀 那高兴的 张阿武找得多好啊 而且我特别爱跟她聊 你这人怎么那么废话呀 不累啊 不是我这职业习惯 不能说的话 赚不着钱吧不是 你不是想让我放松吗 你这么烦我怎么放松啊 那行 那我争取少说点啊 这样吧 你今天要超过十句话的话 你就给我送回来好吧 不是我 我这儿一肚子话要说 那十句呀就要 一句了 咱商量商量 二十句行吗 两句 得 三句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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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怎么埋了 埋着合适吗 这么近发什么信息啊 行啊 你说话吧 能说话的感觉真好 对了 咱们把这事处理完了 吃饭去吧 一瓶啤酒 一杯冻鸳鸯行吗 我不想喝鸳鸯 我才知道 鸳鸯不是一夫一妻之日的 行 那就换一杯清宁可乐 我跟吕晨就是经常点这个 他吃柠檬 我喝可乐 不是 那你喝什么呀 白水吧 你要不先点菜 尝 黑胡椒牛柳 能不吃这个吗 这怎么了 他最爱吃这个了 明白 那换个 茶烧拼盘 这也不行 肉末四季豆 你有完没完呀 那那咱吃什么呀 吃素的吧 他爱吃肉 咱躲着点 那就来个蒜蓉西兰花 清炒的行吗 不是西兰花也不行啊 西兰花是行 蒜蓉不行 那这么着吧 麻烦您来两碗面 谢谢 好嘞 你稍等啊 谢谢啊 咱吃汤面总行吧 汤面可以 他这人穷讲究 不爱吃这个 得 也算给我留点活络 他这是亏了去美国了 灌了一堆臭毛病 要不然汤面都吃不成 没准我去了也这德行 这叫心怀祖国 放眼世界 不吃了 不吃了 那行 那咱结账吧 我来吧 你为我忙活一天了 行 以后啊咱就吃累了 实惠 你看看 我说什么来的 还是有漏网之余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静情之物呗 这是他在黄石公园徒步的时候 捡的一块陨石 陨石 那你知道 他想通过这块陨石 跟你说什么吗 这是一种古老的表达情感的方式 叫做石语 什么意思啊 传说啊 在远古的时候 男人向女人表达情感 男人呢会用心去捡一块石头 女人会通过这块石头的质感 重量形态 读出里面隐藏的石语 你编的吧 好吧 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 电视里看的 但是我身边有的朋友呢 曾经 拿这个这么玩过 他可没说过 石语的秘密就在于 近在不言中 只有用手握住他的人 才能够体会到里面表达的意思 怎么着 想试试吗 我该试吗 无所谓 如果好奇的话 就试试呗 石头呢 埋了 那咱把它挖出来 行 那就把照片扔了吧 如果想了呢 咱就去吧 省着一口后悔 毕竟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有六年的感情 不可能说让你忘记就忘记 这感情留点印记 也未尝不可 我买单 你跑那么快干嘛去啊 你说已经把东西 麻了再挖出来 是不是有点健身病啊 哦 不会 这也忘记了 往小了说啊 要好奇心 往大了说呢 叫旧情难忘 这事都能理解 毕竟呢 你有六年的感情 也不能说让你放下 就放下来 是吧 人生长大病呢 情绪还得反饱好几次呢 再说了 您这跟第一天 这情绪上不动大点 我能理解 那我要看的东西 后悔了怎么办 那好吧 我就给你买张机票 把你送到美国去呗 不是买也是你 挖也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能有什么意思 协议里都已经写那么清楚了 我还对你有意思啊 我会呢 你怎么可能 去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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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能读出什么来啊 读不出来是有可能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捡回来 你一时读不出来这很正常 你的意思是要读多久呢 你一时读不出来 不代表一辈子读不出来 人电影里男的 读这诗语读了三十年的 您这刚打到哪儿啊 你的意思是 我这一辈子就读它是吧 这诗语的东西吧 其实就是一个浪漫的游戏 你也不用那么认真 你要信呢它就灵 你要不信呢它就不灵 如果你们俩感情还在呢 石头就是信物 海湖石烂 寄托着无限的情思 如果你们俩感情不在了 石头就是石头 跟普通的石头呢 也没什么区别 算了我还是给它埋了吧 别别别 咱挖都挖出来了 你不是让我跟过去 划清界限吗 你看啊 六年的感情 也是你一步一个脚印 走过来的 不管是对与不对 好与不好 都是你自己走过来的路 留印东西 也算证明这条路 你曾经走过 挺好的 这么多东西都埋了 就剩这个 到时候赌物四人怎么办 你要是心里的东西放不下 扔多少东西都没用 沈花 嗯 过来过来过来 你往下看 往下看 看见他哪儿的没有 嗯 那个就是那郑 郑什么 郑海潮 对 还挺绅士风度的 还得开车门 谢谢 谢我什么呀 以后告诉你 行 那我送你到萌头 真不好意思 让你今天为了我的事 陪了我一天 没事 其实我挺乐死不批做这事的 而且编译故事 能陪你这么半天 我也不吃亏呀 你快越界了 那你知道我后面要问你什么吗 在你没问之前 我先提醒你 行 就想问问你 你知道 咱俩脚底下踩的这是什么 地砖啊 你不会让我把地砖挖出来 读地砖吧 没那么无聊 倒是想告诉你 这个呢 叫标准的路面砖 宽的是二十五公分 所以根据协议 咱俩身体呢 最小不得小于四十五公分 所以你越界了 行 要不要我再陪你走走 你要有什么心结的话 我今儿一起都给你解了 我上楼了 不用了 你今天表现不错 算是圆满完成任务吧 向着摆脱失恋 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我有注意啊 别老随随便便越界 这个规定是用来约束你的 共勉 行 相互监督 你能这么严格地要求自己 我很欣慰 拜拜 拜拜 华 喂 你那个 熟吗跟她 跟她吃过一次饭 那你对她印象咋样 还行吧 对小可挺好的 对小可好得多着了 就是你觉得她这人怎么样 那个做派呀 什么说话呀 什么的 我觉得还行 真的像她自己说的 她不是小直言 是个小老板 好像真是老板 阿姨 你什么意思呀 您不会一天是老板 就想接受这把仇的 你把阿姨说成什么人了 我跟你说呀 她现在是老板是职员 我都管不着 为什么你没看到阿姨在家里 话都不敢说 问都不敢问了 咱尊重她 愿意跟谁好 咱也跟谁好 但是我告诉你 现在我采取一种迂回战术 今后什么事啊 你替阿姨去打听点 知道吗 你这有什么消息了 之后我再采取我的措施 阿姨 懂不懂 放心 我就是你的耳目 好 你就 回来了 可 可来了 可 你累了吧 来 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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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点水果呗 不吃了 你晚上想吃点饭 妈给你做 妈 我不饿 你又别管我了 不饿 你那屋什么东西 那翻得乱七八糟呢 哪个东西都没什么用 我都给清出去了 那妈给你收拾好不好 不用了 妈 不用 真不用啊 嗯 哎呀 妈呀 闪得我大波筋质疼 马屁也都拍到马腿上去了 快去 主要是闻闻 刚才那小子 阿姨得掌握情况 知道吗 行吗 小可 吃桃子吧 给 干嘛去了 玩 玩什么呀 怎么玩呀 我 我不告诉你啊 我要告诉你 你又该告诉我妈了 你这没良心的 我刚才在帮你打掩护呢 恋爱了吧 我恋什么爱呀我 像你这种抱着恋爱的心态 以朋友相处是最危险的了 怎么危险了 你先说说 你觉得郑海潮怎么样呢 不是你他说什么呀 挺好的 人挺真诚的 那他的真诚能保持多久呀 依我看吧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情种 说好听了叫风流倜傥 说不好听那就是风流多情 当然了 他这种人 倒是很讨女孩喜欢 可过一段时间 没准人家的注意力 又转移到别人身上 你有没有想过 你对他的信仪力 能有多久呀 多久跟我都没关系 他又不是我男朋友 那你当他是什么呀 朋友 给你看一东西啊 这是我们俩签的协议 看看 怎么了 这不就是一个 骗取爱情的假协议吗 我们俩这种纯情的友谊 你是不会理解的 行 好吧 反正你就记住一点 千万别冲动 我要冲动呢 那你就想想他的缺点 你想想你最不喜欢的什么地方 太平 这也不算 鬼点子太多 他的话我都接不上 这更不算缺点了 这是人家聪明 我知道了 脸上包太多 有时候脖子上都是包 这也不怪的 生理现象 完了完了 疼小可 你连他的缺点都说不出来 随时你可能陷入他的情网 我要告诉你 我这一年以内是不可能谈恋爱的 所以你多虑了 还有一年呢 还指不定他出什么怪招 你就等着吧 等着吧 超哥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拿下了 拿下什么了 大小可 我们俩现在是闺蜜 闺蜜 男闺蜜 我们说好了 不厉害 不谈感情 不牵手 不做违规的事 从现在开始呢 我就做一个留在他身边的男性女人 你不想要去哪里